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所讲授的课程为共产党宣言与当代中国。 大家知道,103年前,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都与共产党宣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 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比根不错,留下了许多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住宿,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等等。 但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在传入中国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和重要理论文献。 201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揭幕仪式在他的故乡,德国西兰部城市特立了举行。 今天我们的课程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与基本思想,第二个部分为共产党宣言以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第三个部分为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首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与基本思想。 共产党宣言在其开篇之初便用一句话明确交代了其写作与发表的历史背景,即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有大。 马克思·恩格斯用幽灵这个比喻来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公开显露其内在的矛盾性质, 以反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为目的的欧洲工人运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但此时共产主义运动仍然处于一个酝酿、萌发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幽灵的形态来存在的,它没有产生相对应的实体,因此还是一种普遍的无原则的状态。 然后为了能够使共产主义的幽灵变为现实的运动,1847年的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式在这次大会上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底,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便被译成了欧洲的多种文字,包括英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波兰文。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就在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自西向东,覆盖全球。 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在恩格斯为其写作的1883年德文版续言中来有所把握。 恩格斯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 这一句话其实也就点明了我们经常所说的,经常提到的,违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也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借助的一个通俗的表达。 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结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阶级下解放出来。 那恩格斯最后说,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那共产党宣言它主要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资产者和无产者,第二章为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第三章讲述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第四章讲述的是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 在这四章中有几个关键词穿插其中,包括阶级斗争、私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以及共产主义。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这些关键词展开。 首先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往的阶级社会的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第一章开篇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做出的判断, 但是尽管以往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只有到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整个社会才明显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在追溯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后,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革命作用进行了描述, 这主要分为五个方面。 首先,资产阶级破坏了一切中华的封建的便宜师班的关系, 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简单起来,消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 给人们与政治和人身自由。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世界的文明史, 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 其实都是完成了这一种政治解放的任务。 第二点,资产阶级创造的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就直接说, 资产阶级在他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第三点,资产阶级使生产工具、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都处于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 打破了以往社会的凝制状态。 第四点,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生产、消费、文化全都被全球化了, 有利于各个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大家知道,在世界史上, 就是资产阶级,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以整个世界市场的开阔都是有的密不可分的联系。 然后包括在今天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种资本全球化, 生产全球化的,商品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世界历史之中, 第五点,资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以更快的速度堆动了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 然后在强调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之后, 马克斯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从而造成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商业危机和大量的贫困人口。 而这里的大量贫困人口, 也就是马斯后面论述的新世界新时代革命的主体, 也就是无产阶级。 由此马斯恩也过渡到了对无产阶级在欧洲出现的历史进程的描述。 马斯恩格斯就指出, 无产者的发展阶段与资产者的发展阶段大致是相对应的, 随着资产阶级及资本的发展, 无产阶级及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个程度上发展起来的。 资产者和无产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他们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是相互依存的。 也就只有无产者的出现和存在, 才有了资产者剥夺其剩余价值的可能性, 也才有了资本主义, 资本逻辑不断延伸和扩展的可能性。 第二个就是无产者在每个阶段都必然会产生对资产阶级的对抗, 只不过不同的时期的斗争形式有所不同, 但总体的趋势总是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 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当时欧洲的工人运动, 他们最开始所争取的就是八小时工作制, 然后后面就不断的在提高自身的待遇等等, 但是最后发现, 其实无论如何怎么样来进行, 这样经济上面的斗争, 生产资料都是掌握在资产家,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手里的, 所以说他们一定要进行政治斗争。 最后, 马克斯安格斯预判在当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 最后, 马克斯明确指出,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因为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是与私有制为前提和基础的, 而资本主义它要往前发展, 它要介入下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 它必然而来要满足它自身这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而这种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也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私有制其实相互冲突的, 因此是必然要被克服的。 再接下来, 马克斯恩格斯就讲了, 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完成它的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首先要组织成为政党, 因而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斯恩格斯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 并提示出共产党人的最继目标和长远目标, 他们强调共产党人没有在无产阶级之外的任何的独特利益, 它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实践上它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最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上它是无产阶级中最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部分。 共产党人的最继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 这都是马拉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来的一个根本目标与最近目标。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个部分, 来看看共产党宣言是如何与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相结合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成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 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这一改变被与共产党宣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由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学家陈旺道先送翻译。 1920年8月, 上海社会主义研究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童书第一版, 出版了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众所周知, 陈旺道先生他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一个老校长的校长之一, 他于1952年至1977年担任复旦大学的校长。 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 陈旺道老先生由于极度专心, 顾家墨水当成红糖水与种子一起吃下的故事, 至今仍然快知人口。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还曾经指出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然后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所阅读的共产党宣言, 几乎都是陈旺道先生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走上的这样一种革命的道路的。 毛泽东曾对人说起他读过上百遍的共产党宣言。 1936年,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斯诺谈话时就讲到有三本书深刻的铭记在他的心中, 使他树立起对马斯主义的信仰。 这其中的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理解,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当时的一个角度和立场, 他主要应用和发展宣言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学说, 并由此指导了中国新民族主义革命取得的成功。 大家知道在毛泽东早年的作品中有一本非常著名的, 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早年运用宣言的原理, 分析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本重要的著作。 大家知道在1925年, 又是近代中国, 对中国社会分析研究的著作有很多, 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异常复杂, 就在当时那个年代, 与资本主义简单的两极对立的这样一种阶级结构比起来, 中国社会内部有许多错综复杂的语蔽关系。 但毛泽东就运用共产党宣言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斗争理论, 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 他不仅强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 大家注意这笔运用的就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的包法, 而且强调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也要加以分析。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 毛泽东区分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以及半无产阶级。 但毛泽东也不是仅仅在马斯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 套用到中国的革命中,而是有创造性的对其进行发展。 比如,共产党宣言在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 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 甚至马恩直接指出了就是一旦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农民必然会站到资产者的那一边去。 但是列宁后面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就提出了要争取农民工农结盟的思想, 但这时农民仍然只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补充, 只有毛泽东把农民真正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 成为创造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除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之外,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也是被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所寄成, 然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道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 就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 再次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思想资源, 坚持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邓小平明确地说, 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与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同, 邓小平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把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革放在首位, 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 我们知道, 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 都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的一个部分。 虽然时代的条件在变化, 但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它没有过时, 只是每个时代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 这也同时显示出来宣言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 共产党宣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条,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 也就是要进行民主的建设, 不是不要民主。 第二步, 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的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 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大家看到这里的一个重点, 要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叫发展生产力。 第三点就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这也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 1992年初,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 发表南方谈话时就提出, 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什么? 就是三个有利于, 第一个有利于的标准就是, 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活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所坚持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击,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其实都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思想。 大家知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我国国内生产种植实现了一个从量到质的这样一种飞跃, 多年来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增长的贡献力超过了30%, 就是在于我们始终坚持从共产党宣言中汲取提问资源, 然后并与实际借以实事求是的联系中国实际来理解宣言精神密不可分。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进入新时代后, 共产党宣言如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而进行勾联。 2017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深度推动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努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对于这些问题, 单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或者生产力的标准都已经无法说明了, 因此我们需要再次回到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求我们理论上一种出发点, 以及汲取我们理论的资源。 习近平记者就指出, 今天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 就是要把共产党宣言运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 偷懒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 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那我们说, 从许总书记的中段话, 我们可以指得出, 就算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 来践行我们宣言的原理和精神, 我们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发力。 第一个方面, 就是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斗争, 我们说它需要共产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命题, 便是要求我们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要能够直面矛盾, 正式矛盾, 从而化解矛盾, 化解风险。 那我们知道, 共产党宣言它运用到的一个基本方法, 除了阶级分析法之外, 就是矛盾分析法, 我们一定要能够坚持共产党宣言提出来这样一种基本的矛盾分析法, 然后把它运用到伟大斗争之中。 第二点就是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工程需要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论述共产党的性质与目标, 新时代的伟大工程, 极限的伟大工程仍然要诉诸共产党宣言的源头活水, 它能做到不忘初心。 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 而且是在最近几期包括抗击疫情的一系列讲话中都已经反复提到了, 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 代表的就是人民的利益, 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第三点就是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斗争需要共产党宣言, 新时代中国的伟大事业需要共产党宣言。 新时代中国伟大事业的身份标识在于其内涵的社会主义性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社会主义本质就在于宣言的源头规定。 第四点, 新时代中国的伟大梦想需要共产党宣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与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愿景从来都是不相矛盾的, 且具有相当的内在亲和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产主义的实现, 它都需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中国梦,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激励着每一位中国来贡献自身的材质, 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同推动中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一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最后, 我们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 如何坚持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 执行第五次集体学实习时就指出了, 我们要从六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点, 要始至不渝的为共产主义原大理想和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奋斗。 第二点, 要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一点也是我们习总书记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的一个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第三点, 要顺应世界发展大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点在我们今天抗击疫情中, 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 第四点, 就是要按照新时代新要求加强党建设。 第五点, 要不断开辟马斯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第六点, 要加强对马斯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共产党宣言它发表于接近于200年前了, 170年前, 但是我们看它许多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没有过时, 因此我们要把它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 与我们今天当代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不断地推进马斯主义中国化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 再过三十年, 也就是2048年, 共产党宣言发表200周年之际, 也正是我们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际, 因此我们只有深入学习共产党宣言, 牢牢掌握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 才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明确置身所处的历史方位, 做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